尹天安 小記者 先生 貝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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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有啦有啦 我是林口街八十巷的居民 我姓孫 請開一下powerpoint 我姓孫 我自己都跑跑 我想这个案子 从95年开始原计划 周围的公共设施服务水准 那个时候95年的时候就说他不嫁 那现在102年说他可以复合 我想现在旁边的这些都没有改变 我们现在所有住宅都没有改变 所谓加与不加从何德来 到底是哪一个错了 第二个呢 社府用地从211变成400 这是根据什么 上一次委员会开会的时候 那个委员说 社府用地盖住宅 是绝对不可以超过一般的 那个住宅用地的标准 就是225 绝对不可以超过 难道你们没有听到吗 你们是不是要反对委员的意见呢 这是评审委员的意见 第二个 第二章下一章 这个是2月27号都市审议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指出来的 社府用地盖的是住宅不能使用机关用地的容器 都发与不能为了配合政府的公营住宅政策 当中有34户的公营住宅 有的是41户的公营住宅 最大的是110户的 我们这边要放1500户的公营住宅 发疯了 下一张 再下一张 另外我再讲一下 当初这个95年度的时候 把它分隔成三块地的时候 没有做环平 然后95年之后 博德拿到的时候 环平又没有通过 现在为什么可以不做环平 好 了解 好 那是不是在线下有 还有 我再讲一下 上次委员会开会的时候 说要做一个那个模型 你们也没有做啊 对不起 大家互相尊重 抱歉 大家互相尊重 我先找他 请他发言一下 讲理一下 来 来 那个这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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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